珍惜的光 风干最后一颗烟伤 黑色的梦 烟伤 烟伤 另外关于这首歌 我还有一些想说的 首先《夜》第七章 是周董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但是我刚才演唱的那个版本 是我自己经过改编的 他其中演用了周董的 一共16首作品 所以这首歌也是 向我们很多人共同的 青春致敬的一首歌 谢谢大家 其实我有问过他 我说你把我这么多的歌曲 说唱的歌曲 结合在一起 《将军》啊 《一步之名》把我回来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 这个歌词有点不顺畅 会不会跳脱了每个故事 比较不像一本书 像很多本书 那我就说这个 五十月评审 会不会看的这歌词 反而错乱了 他说不会 因为他虽然是用我的歌词 但是他又改变了 他讲他的人生的经历 一直到受到我的影响 而改变了他 他都把它写出来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我说不过 他会不会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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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个歌词 会不会看的